登登登登登 超大雞腿牌 你看超大的 裡面滿滿的蔬菜 好啦 今天來到的前鎮區 那這一次我住在這個 欸有看一下 三多商圈這邊合一飯店 然後我要去前鎮區吃 我在網路上找了四天 那一樣 我一樣中式西式的味道 然後有早餐跟中餐晚餐都有 我們走囉 我們現在來到這一間 這一間的話 這邊有一間混蛋早餐店 我不是罵店家混蛋 他真的叫混蛋早餐店 我給大家看一下 Miss Egg Miss Egg 就是 You are mother's gone 你有看到那個羽龍共舞嗎 Miss Egg 好我們來吃吃看 看一下這是他的菜單 喔很多欸 味道超多的 等一下來慢慢看一下 弄剛剛拿做這邊內用好了 欸 看上去 ispers 嗯 就 posso 吧 需要 你 我 我 mundial 你 楊 我 好啦 剛睡起來整個臉更大更腫了 剛剛在那邊光拍又請老闆給我拍 光拍我就覺得哇這個食慾超好的 那我本來是想說點三個 後來我剛才額外又看到老闆很熱情 看到我們有攝影機 他就很推薦說早帶你吃一個松阪豬 就是這個 早餐店很少會吃到早餐就在吃松阪豬 你看滿滿的松阪豬然後底下是蛋的吐司 而且他每個吐司都超大的 然後我今天點的總共是這四個 總共點了一個是這個牛五花 然後這個很大的那個9盎司熔岩雞腿 然後松阪豬的話他等一下會幫我去掉 因為他幫我一起打進去他會幫我去掉 然後還有一個打拋很多人 我看Google很多人都推他的蛋餅 然後我點的是打拋豬的口味 打拋蛋餅是50塊 然後椒鹽松阪豬的話是99 然後這個超大這個雞腿熔岩雞腿混蛋吐司是105 那牛五花 韓式這個牛五花的話他是80塊 然後我有點了兩個飲料 一個是紅茶30跟這個鮮奶咖啡 瓶子滿可愛的 是55塊 那總共的話是419 那我等一下的話我吃不完的我會等一下那個 我們北部的朋友就會下來支援的 然後到時候我就會把這些餐點吃不完 我們就給他們先做打包 超大的 欸 這個上面這個是 這是雞腿耶 他的雞腿 雞腿柔道柯 他雞腿它是上面還有淋那個 花生醬 我本來已經覺得他吐司夠大了 結果他料更大 欸雞腿好吃 不會太乾 然後他很厚 所以雞腿肉吃起來就是那種嫩嫩鮮嫩 然後感覺有醃過 我來吃吃看他底下的蛋 蛋多到可以用茶子來吃 嗯 蛋就是那種美式煎蛋那種滑蛋 我早上吃這個有點太奢侈了 我覺得這個雞腿比較適合是中餐吃 你看一下他的吐司上面的皮 都已經剛才有用奶油先煎過 所以是那種奶油香很重 然後吐司 吐司口感很Q很紮實耶 他應該是跟外面自己叫的 就是外面自己廠商訂做 吐司有種非常香的牛奶奶油味 然後外層煎的酥酥 它的內裡有點像是那種生吐司 就是有那個筋道Q勁 它蛋餅的皮感覺很Q 然後裡面這個全部都是 裡面這個是泰式打拋豬的蛋餅 好濃的那個打拋肉的味道 嗯 雞肥中手味了 這中手味最愛 我知道為什麼大家會推它的蛋餅 它的蛋餅皮其實你不要看它薄薄一層 它煎起來是很濕潤的而且帶一點Q度 然後再加上裡面如果是配香是火腿或者是培根蛋餅 大家可以來吃吃看它的蛋餅 我覺得它蛋餅真的不錯吃 紅茶應該不用介紹的 蛤 是屬於麥香紅茶那一類型的 這個 這個超多的 差一點掉下來 這個全部都是牛五花 然後剛剛老闆看我在拍它跟我提醒說 這個要怎麼吃 那為什麼他們叫混蛋吐司 就是因為它底下不是都是煎蛋嗎 它是煎蛋先鋪底 然後上面再放料 那很多人是上面料吃完以後 不是就只剩下蛋跟吐司嗎 所以說它都會給你一根叉子 讓你可以把料跟蛋 你們可以這樣勾著一起混著吃 但是我覺得這個要考驗技巧 因為第一個 它吐司很大沒錯 但是它裡面的料也很多 所以很容易弄到地上 所以我第一口還是先弄搖 上面看起來是有加那個七味粉 跟那個 一些些美乃滋 它牛五花是屬於日本壽喜燒那種 甜鹹的醬汁去醃製的 然後再加上洋蔥 然後再用鐵板去炒出它的那個香味 好吃 混著蛋跟吐司還有牛五花一起吃超好吃的 因為它牛五花本身帶的鹹味比較重 然後弄到我底下的那個蛋蛋跟它混在一起以後 就是把它的鹹味沖淡以後 再加上那個Q的那種香酥的那個奶油吐司 好吃耶 松阪豬的話是整片的松阪豬去煎的 然後一樣底下就是很多蛋 那這個我保持嚴型啦 我等一下給那個 我朋友他們來吃 不要每個瓦箱都咬過有點像 有點不雅觀的感覺 我就吃它上面的肉看看 你看整片的松阪豬肉 是大片的 它松阪豬因為切得夠大片 它是比較薄 薄它是切薄的然後大片 所以吃起來很久那個松阪豬 會有一種脆脆的嚼勁 加上它上面是撒椒鹽 然後又混著那個特製的美乃滋 然後它的美乃滋不會太甜不會太膩 混在一起吃那種甜鹹甜鹹的 然後配上那個松阪豬肉的油脂 跟它煎的那個有點焦焦恰恰的味道 好吃耶 今天這一間的話 我早餐第一間店 在前鎮區就已經是這麼強了 第一個我個人的話 我會很推它的牛五花 因為甜鹹醬汁加上洋蔥那個焦香味 混著它那個美式炒蛋 吃很好吃 再來的話熔岩雞腿 很適合中午吃 因為它的雞腿肉超大塊 根本就這麼大嘛 然後混著吃我覺得可以分成兩頓 女生可以兩個人一起吃 男生吃一個應該就很飽了 因為它每一個吐司 我剛才給它看它的煎台 它每個吐司都這麼厚 都這麼厚 然後這麼大一個 所以你上面的料跟蛋全部吃完以後 最後還有差不多剩這樣子的一個 很厚的吐司可以吃 那它吐司本身我很推是說 它的吐司是感覺是跟外面特製的 所以它很厚 但是它的上下兩層 煎的那種奶油香酥 焦香味以後 它裡面還有 包有那種就是 生吐司的那種 筋道 那種濕潤的香度 然後牛奶味蠻重的 還蠻好吃的 再來的話 剛才店家招待的這個 椒鹽松阪豬 也很好吃 那個椒鹽那個脆度很好 然後它的蛋餅我很推 因為我超愛吃蛋餅 我點的是松阪豬 松阪豬是重口味 會很喜歡 那它也有其他很多種口味啊 像什麼火腿那些 如果你不想要一早早吃 那種口味 點火腿跟培根 我覺得應該會很讚 因為它的蛋餅皮啊 那個包皮非常非常的好吃 好啦 那飲料就不用推啦 紅茶我最愛 好啦 那今天我們這個第一家 先到這邊 等一下我們去第二家 第二家也是早餐 走囉 好 好啦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二間 第二間這個是 位在前鎮區瑞榮路333 然後的這個古早味天津味蛋餅 我很喜歡吃那種古早味那種粉香蛋餅 然後它是專門賣這個 我給它看一下 喔生意超好的 一直來一直來 好啦 這個是我們的蔬菜蛋餅四十 鍋貼的話是5個25 它是屬於這種 粉薑蛋餅皮的現弄的 所以是那種Q彈的感覺 然後裡面滿滿的蔬菜 粉薑蛋餅皮 嗯 嗯 古早味 真的是古早味 以前阿嬤那種 或者是姐姐他們 自己裹粉 然後拿去煎 所以它外層是薄薄QQ的 然後煎得有點 焦焦脆脆的那種香味 然後裡面就是 蛋跟那個啦 小白菜 然後 我會建議要加它的醬 因為它本身蛋餅比較沒有味道 然後靠那個醬去提味 那蛋餅的口感很好 滿滿的蔬菜 有一種那個吃那個 火花煎的感覺 如果來的話 蔬菜跟肉 我覺得就要點 單人吃蔬菜有點還好 鍋貼就是普通鍋貼 好 謝謝 謝謝 店家非常的熱情 他還招待我一個這個豬血糕 然後上面兩邊都煎得很焦很焦 吃吃看 哇 欸它豬也根本蠻厲害的 它中間還有保有Q度 然後上下兩層是有點炸的一點 就是焦焦脆脆的 所以有那種鍋巴香 然後再加一點胡椒 好啦 那我們等一下來去下一家 也在旁邊 滑行控肉飯 哇 喔 謝謝 前鎮區高雄這邊也是在地非常有名的一間焦肉飯 那很多人在地人都會吃 那觀光客人也會吃 那我看他的網路評論是4.2卡通 是2680名的 然後我點了一個焦肉飯 它焦肉飯是70塊的 然後裡面有 筍絲焦肉 焦肉焦肉超大塊 而且肥肉也很大 然後還有酸菜跟一個半熟的煎蛋 然後還有一個是 味噌湯的加貢丸 味噌湯加貢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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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顆這樣子才25塊 超便宜 然後燒肉裡面的肉都燉到 有紅紅的顏色都透進去 然後肥肉加上那個生蛋黃 它的焦肉 讚啦 如果你喜歡吃肥肉的 你會超愛的 因為它肥肉已經燉得很多 沒有油的腥味 趕快去就整個融化化掉 它的瘦肉 瘦肉感覺也是很爛 搭配著一顆半煎蛋 哇 這碗超讚的 又皮又香 很棒 超便宜的 味噌湯 兩顆共 味噌湯就普通啦 就普通的味噌湯 你看它的肥肉 端一端一端一端 端一端一端一端 破的那個瘦肉的 嗯 這間很棒 還有那個 蔥肉滷的夠味夠大 肉又大塊 分量又多 還有多的那顆蛋真的是 跨龍點進去一個靈魂 所以今天給過 好 那我們等一下去下一間 好囉 好啦 今天最後一間來到這個 就在剛剛那個華喜控肉飯的旁邊 它叫新港鴨肉羹 然後四顆星 634個平日 那它的 地址也是 在這個瑞龍路 然後是515號 然後它單的就是賣鴨肉羹 然後我看很多人在大煌肉羹 它的鴨肉羹加飯 然後 我看很多人吃它的鴨肉羹 一定要加它這個特製的辣椒粉 混在一起吃 我先挑一個比較沒有沾到辣椒粉 來吃吃看原味 它是肉 它看起來是很多肉 然後有蒜 有筍絲 洋蔥 我知道為什麼大家要加飯 單人吃羹會感覺有點 會有點沒有滿足 因為它的羹是屬於有一點甜味的 那種南部那種肉羹 有點像是 比較偏淺的肉羹的那種湯 所以如果你是加到飯裡面 會很讚 那我吃吃看加那個 辣椒粉 它鴨肉是有一點 鴨肉因為本身它會有點柴 然後但是它外面又裹了一層羹 就會有點滑滑 吃起來還算是美 然後我覺得加那個辣椒粉是很好吃 因為你家的辣辣椒我本來也會不會很辣 結果不是 它那個辣椒我是看起來很紅 但是它裡面還有很多辛香料 所以吃起來辣度差不多只有 五顆性的話只有差不多一到兩顆 它本來是帶那個辣椒的香味跟一種辛香料的味道 這個加飯真的好吃 但是我吃太多我吃不下 好啦今天這一次這個高雄前鎮區 我挑了四間 有早餐有中餐有晚餐 有西式有中式 這次跟我來做個總結 就是第一間的這個混蛋 它的那個吐司 我覺得很適合早餐或者是假日吃 因為它的口味很多 然後它的那個料啊 什麼的東西都很實在 口味真的不錯 那一家大家可以去吃看看 然後第二間的話就是那個 那個蛋餅那一個 那蛋餅那一個 我也覺得還不錯 口味的話算是看人 那一間蛋餅我覺得算中規中途 然後蠻特別的味道味的感覺 還算OK 那第三間那個華喜功夫飯 哇讚 那個肥嫩的滷肉 然後燉的很爛 然後裡面的瘦肉也都爛掉 然後再加上 那一顆煎到 煎的那煎起來的那個半熟飯 那一家真的是好吃 然後最後一天這一天性感 肉羹的話 我很建議大家要加飯一起去吃 它的口味是比較偏甜的 那味道還算不錯 然後另外加那個辣椒會加很多 那這次就不知道大家覺得 下次你會不會想要吃 或者是你們有高雄在地的人 你們覺得 我們前陣區還有更多好吃的美食 留言在底下 跟大家交流一下 那我之後看參考 如果有再來 各位好我也會去拍 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我 我 你不想看